嗨,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孕期吃了哪些营养保健品 我之前有入过一个视频,聊了一下我在备孕期间吃了哪些营养保健品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的怀孕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那支视频 我目前是怀孕将近14周 就我个人的健康而言,我其实不需要补充额外的一些营养 我现在服用的都是一些孕期基本的东西 第一样就是孕期的复合维生素了 我目前用的这个牌子是Naturemade他们家的 这款比较好的就是它含有DHA 所以你其实不需要再格外去补充DHA了 但是如果你想补充的话,我推荐这一款是Garden of Life家的 这也是我之前备孕期间有服用的一款 最后一个就是益生菌 我觉得益生菌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它一天是要服用两粒的 我考虑吃完这瓶以后呢,换成GAMI的版本 感觉吃起来会更加的开心 据我的了解吧,有很多怀孕期间的女性呢 遇到了不通畅的问题 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偏方 比如说吃西梅,喝西梅汁 我觉得益生菌其实是特别关键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说对于不通畅的人有效果 比如说你有腹泻的问题啊,它其实是相当于提供了你足够的菌群 来维护你肠道的一个健康的环境 所以呢,特别推荐给正在怀孕的孕妈们服用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 是不是真的很简单 如果你认为我应该服用其他的任何好的营养品呢 也欢迎推荐给我 OK,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Bye Bye